哈囉大家好 我是Gary 今天呢Gary要第一次來去嘗試 就是網路上傳說中的圖倫打野 因為很多人都說圖倫這隻可以打野呀 但是又有人另一派的說法就是 圖倫這隻根本就不能做打野 所以今天Gary決定了 我自己拿我的小號來去打排位賽 這個是A牌的排位賽 然後就直接來去打一場圖倫打野 沒有錯 圖倫打野也是我第一次用在排位賽 其實我自己在打三打三的時候 我有試過圖倫打野的打法 然後我的出裝很簡單 第一件一定就是炎斧 炎斧 為什麼要帶炎斧 因為圖倫他很明顯 他是一隻需要貼身的一隻角色 所以前期呢 前中期他是需要一些些生命 撐住你自己的防禦 不然你很容易就是 因為在貼身的時候被對面直接一套 可能後排一套 直接把你放到一個不要不要之類的 那就很難受 所以炎斧絕對是第一首選 那我們的出裝很簡單 第一件炎斧 然後能量法球不用出 再來就是直接把這個生命法杖給出出來 你就會有一個續航力 那在前期我們家小呂布 不小心死掉了 沒有關係 他竟然互換水 成功互換就一定有他的價值在 那我們這時候 因為少了一隻小野怪 所以我決定來去吃一下這個下爐冰線 即將上到四等的時候 然後呢這隻小鳥鳥也順便把他吃一吃 喔對了 我突然覺得啊 我最近玩圖人 玩蠻傾的 只有我覺得 圖人的一技能很像 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嗎 我決定以後叫那個圖人的一技能叫 蟲蟲攻擊好了 以後就是讓他蟲蟲攻擊 好我們這裡呢 對面的 因為莫拉沒有上到四級 我這時候呢 利用一個等差優勢 直接配合如果順勢的 啪 一個大絕 直接把他啪掉 我們這時候呢 原本是想說 那就直接來去吃魔龍 不過 看到對面的莉莉娜呢 也是很聰明 直接在我這裡呢 蹲我 好我們這裡呢 利用一個小點位 準備來去蹲對面的美娜 利用一個二技能呢 加上大絕 再一個二技能 直接把對面美娜的血呢 打到一個不要不要 對面的凡恩 直接走過來 送死啦 我一個二技能加上 水啦 這個制裁加上二技能 但這時候呢 有一個小小的尷尬點 就是呢 因為剛剛我把制裁給交掉了 所以呢 對面莫拉 如果這時候進場呢 我就盡量不要 把這個魔龍呢 打到太低一些 因為很容易 這個魔龍 可能就被他搶走 這時候呢 我要做的就是 把對面的敵人 全部都趕走 然後讓我的隊友呢 順勢的 把魔龍給收下口袋 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後這時候呢 對面秘莉莉安 直接過來 我這時候 那一技能 剛剛有點小小的失誤了 我的蟲蟲攻擊 剛剛沒有射到 那沒有關係 雖然把他放走了 但是呢 我們就繼續的 來去農野怪囉 好的 我們趕快把兵線 清一清 收個稅 然後就趕快 回去我們的 野區 繼續清 然後這時候呢 看到我們家小小蟲 好像被抓 但是沒事沒事 他逃得出來 那就不用去支援了 吼 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家蘆兒問我一個 真白師蓋瑞 哇 蓋瑞 國文被盪 但是 你感覺 這位蘆兒的 國文感覺也是被盪的啊 呵呵 我老天爺 我完全看不懂 你在 你在說什麼 那我們這時候呢 趕快來去把這個藍區 其實 你可以看到其實 我自己打下來的感覺啦 圖倫他的打野速度 清野速度 非常非常的優秀 很快 真的 我說真的很快 甚至比一些物攻角色還要快 就是 打野的速度 吃野的速度 我覺得是 熟一熟二的 但是他有個 很明顯有一個 非常巨大的問題 就是他不能點塔 不能點塔呢 你就會導致說 你不能做分推的動作 然後 你點塔速度很慢 可能你贏了一波會真 但是你的塔沒有像是 那種射手打野啊 點得來快 我們這時候呢 莉莉安利用一個守藏優勢 直接把我們血線呢 BAN到一個 不要不要 真的是 BAN台 直接剩下 半血 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家小丑想要來取中物 但是我覺得 嗯 沒什麼機會 沒什麼機會 因為我的血線呢 實在是太低了 感覺 不要好了 不要好 放過他們一碼 對不對兄弟 這時候呢 就不要衝動了 這個 打遊戲就是要 心平氣和 我現在已經學會 你知道嗎 閉關二十天 然後我就 練出了一身那種感覺 才怪 主要是這樣 變成光頭哥哥 太好是安捏 我們這時候呢 想說來去蹲一下對面的防恩 這時候就要記得囉 一個COMBO連擊 小丑 一個BAN 我一個大絕 哇塞 這個 漂亮 這裡 趕快刷起 6666666 這一波根本就是 隊友的配合 實在是配合得太好了 我們這裡呢 已經試乘囉 試乘被動 來去追對面 沒 那再一個 一技能 衝衝攻擊 配合我的二技能 加上大絕 BANG 直接把他給帶走 這時候呢 直接利用一個制裁呢 加上一技能 再一個普攻 順利 帶走 對面 FOX 啊不是 是 莉莉安 FOX是我看的那個 電影台 呵呵 我不會告訴大家 我們這時候呢 順利拿下這一波會戰之後呢 來去這個藍區 清清野怪 重重攻擊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痛啦 我自己覺得 所以呢 就是 主點一技能 會覺得比較好 那你的圖倫呢 到底要出全輸出 還是出半坦 我自己個人比較偏向於半坦 嗯 我自己覺得啦 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用的 玩下來之後 我覺得 蠻順手的 我自己覺得 好 我們這時候呢 直接把藍區吃掉之後 直接來去 其實吃這個 魔龍 給隊友呢 一個 團隊的經濟效益 OK 好 你可以看到呢 基本上 我的經濟 實在是 非常非常之高 然後 現在就是 不停的清野 你其實 刷一輪野區 嗯 基本上你的一技能 加上二技能 一隻野怪就掛了 然後 如果是大吃的 就是加上自殘 你可以看到呢 蟲蟲攻擊 然後一個二技能 你就可以直接走掉 然後那隻教育怪就會死掉 最好是 他們就剩下一百多滴血 怎麼沒死掉 我也是覺得意料之外 沒有關係 我們順勢的利用這個二技能呢 剪尾刀剪掉對面的龍馬的人頭 這時候呢 對面死掉了兩隻兵線 兩隻邊線 所以呢 我們決定 直接把下路兵線呢 直接往前推 往前推 對面敢來守 他們的中路就會很難受 對面如果 來去守中路 他們的下路就會很難受 是不是一個不要不要 嗚嗚嗚嗚嗚的那種感覺呢 沒有錯 就是這種感覺 讓人家覺得 啊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 可是我們就是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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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哇 好舒服 對不對 雖然有點變態 我知道 沒有關係 打遊戲就是要這樣 不留情面 好 我們這時候呢 有點尷尬 因為剛剛那個塔呢 剩下三十幾滴沒有吃掉 我們這時候呢 假裝一個走位 直接利用一個二技能 衛服 衛服部 直接在一個衛服 加上重重攻擊 在一個大局 直接順利 拿下龍馬的人頭 這時候對面的莫拉 只是衝擊藍 但是他沒有能砍到我們 沒有關係 重重攻擊 繼續丟 準備要來吃對面的 藍buff 才怪 這時候藍buff 我已經覺得 他是我們的了 好 我們這時候呢 直接來去進攻 對面莫拉莫拉 一個一技能 再一個一技能 但是他沒有大局 我這一個二技能 扣住 直接帶走他的任頭 一技能即將要好了 再一個一技能 帶走對面力量 再一個制裁 加上二技能 再一個一技能 砰 然後帶走對面的 我這時候 再一個點 再點 再一個二技能 再一個一技能 沒有錯 哥德爾直接打一個 超扯 超扯 哇 他那個 助音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棒 蓋瑞呢 聽說 最近那個 好像以後 國小好像沒有助音 是不是 好像變羅馬瓶 你真的假的 會不會說 不要這樣 這個教育部 改改 不要這樣子 呵呵 然後這時候呢 對我各種吹捧 哇 吹到一個不要不要 我這時候呢 決定了 我要膨脹一波了 沒有啦 我這時候其實 你知道已經閉關出來了 光頭哥哥已經 修身養性了 你知道嗎 我們這時候呢 利用一個小走位 然後再加上一個大絕 一個技能 再利用一個二技能 沒有錯 蓋瑞就是有 有點強 你知道 啊 好討厭 呵呵呵 千萬不要BAN我台 拜託 不要按一個BAD 按一個喜歡 不要這樣子 呵呵 然後隊友呢 而是對面呢 打一個 不要減精華 其實我這場呢 我有跟他說 我們是 我是想說 圖倫打野 到底可不可以 結果我才打第一場 就這樣子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啊 然後 對面莫拉有點謙虛啦 沒有 他其實打得 我覺得不錯了 我覺得不錯了 就是以 以這個階段來說 我覺得 大家都打得 這場的 不管是敵人還是隊友 這打得很好 都打得很好 只是你知道嗎 嗯 從頭攻擊有點強 呵呵呵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好 我們這裡呢 拿下這個藍BUFF之後呢 直接把兵線往前推就可以囉 然後看到那個 你是 你其實說真的 圖倫這個 你看 這個視野的速度 那隻小野一出來 就 砰 他出生 他連自己鏡子都還沒照過 連自己長怎樣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 他就死掉了 好我們這裡呢 利用一個小走位 然後躲掉對面莫拉的大絕 之後呢 直接往前來去追他 但是 他逃走了 那就算了 哦 對了 最近 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土倫技能 他二技能 有時候可以閃掉夜叉的大絕 你們有沒有發現 然後 海牛跟我說 好像還有其他隻也可以 哇 這是一個超級無敵大Buck 呵呵 因為夜叉的大絕是 不可以 不可以讓任何一隻 逃掉那個 他的大絕裡面 但是 我有一次就不小心這樣逃出來了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面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 對面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就是逃出來了 但 也就沒有下問了 呵呵 沒有關係 我們這時候呢 直接把這個凱薩呢 給吃一吃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隊友傷害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那個凱薩一下子就死掉了 好 我們這裡呢 順便把這個 林鳥 林鳥 這是我說對了 林鳥 順便吃一吃 然後這個 這個叫什麼 原始人 這個是原始人 也順便吃一吃 然後 紅BUFF也是一樣 一個一技能 一個二技能 他就直接死掉了 哇賽 這個真的是 吃的速度超級超級之快 超級誇張的 圖倫打野 後期 我覺得 真的是一隻 很痛的角色 但是他的缺點 很明顯的 我自己玩下來 這一場玩下來 很明顯 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他不能點塔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們注意回想一下 你們在那個 職業場上 看到 就是比賽的時候 看到 有人選圖倫打野的時候 你注意看哦 他們隊友裡面 一定會有一隻選射手 為什麼 因為他要確保說 這個點塔能力是有的 不然他會很尷尬 他就沒有 他可以殺得了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點塔 就是一個 Big POP 沒有錯 英文被當 還落英文 不然這樣 好 然後這個基本上就是 圖倫打野的一個優缺點 優點就是他刷野很快 輸出很夠 然後他也有位技能 但是他一個 我覺得很大的問題就是 他不能點塔 他點塔的速度太慢了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要記得 如果你們今天隊友 沒有任何一隻射手 那千萬不要選他 因為你沒有辦法點他 就會變得 讓你的 弱勢的一面就直接顯現出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的一個 小心的圖倫打野的第一場 小聽得 我們打了41.1%的傷害 拿下這場勝利囉 然後呢 最後教各位一個小小的Band Peek技巧 像是如果你已經打到A牌的話 那你就是會面臨到Band Peek嘛 那你們想喔 現在目前 最強的中路法師 三隻 是哪三隻 第一名 莉莉安 再來就是圖倫 跟羅爾 對不對 就是這三隻最強的中路法師 應該沒有人有問題吧 然後呢 你想喔 今天如果我把 莉莉安 譬如說我把莉莉安Band掉 或是對面把莉莉安Band掉之後 那如果對面可能 他們可能會首強什麼 提米啊 什麼之類的 沒關係放給他們玩 但是如果這時候我把中路 最強的 剩下那兩隻角色 羅爾以及圖倫 全部都選走了 圖倫拿去打野 羅爾拿去打中路 那對面 這時候是不是有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他沒有中路 他沒有中路角色可以玩 他們就算拿了一隻井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就針對那隻井來打 然後你的中路角色 你沒有辦法做輸出 因為你可能選一隻大象啊 選一隻比較弱勢的中路角色 像是什麼 金娜啊 什麼光頭哥哥拿去打中路 然後拉茲可能也會出來 因為現在拉茲還沒改強 所以他就會很尷尬 輸出會少一個點位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有一個小小的 ban pick 的技巧呢 你們自己 可以來去做嘗試看看啦 因為我上次就遇到了 對面直接把羅爾以及圖倫 全部選走 然後他們把莉莉安給ban掉 我們當下真的沒有想到 然後突然就 哇 完蛋 怎麼辦 沒有中路角色可以玩 然後就選一隻大象 拿去打中路 除非你是Hansel啦 不然就是 很勉強 你知道嗎 如果實力相等的話 你就會覺得 欸 如果你們把這些中路角色搶起來 你就會覺得 欸 這時候後期 你們真的是一條火龍 你知道嗎 又 圖倫 又如果後期 怎麼輸對不對 好啦 那本期影片呢 就是分享給各位觀眾 覺得好用的話呢 記得在下方幫我打66666 最後呢 也別忘了 嗯 要記得來去追蹤 蓋瑞的個人IG 我們下期見 掰掰 今天呢 要公布一個重大的消息 就是呢 蓋瑞的專題 哇 終於拍完了 非常非常的開心 只是 拍戲的部分拍完了 但是專題的這部分 流程還在走 因為我們 現在目前是 3月 現在幾號 現在3月初嘛 那我們在3月中的時候 要把檔案 後製完成 整個全部都ok之後 然後再把它交出去 然後交完之後 不是就這樣子而已喔 然後我們還要在5月份 5月 5月還6月的時候 我們要辦一個展覽 那 就是 還有這些流程要跑 但是拍戲的部分 我也可以跟各位說 最愛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就是不用每天 早來早起 早出晚歸 每天都這樣 好累好累 真的好累 然後呢 嗯 剩下的部分就是 後製的部分 不過後製的部分 因為 我是交給另外一個 組員 然後那個組員呢 我是當後 最後的那個叫什麼 最後的 總督嗎 總督導 應該算是督導吧 就是他最後 如果他有什麼問題 他不會的話 他可以問我 然後呢 他要把 檔案全部剪完之後 就是全部都後製完 確定ok之後 然後他再 交到我 他就會拿給我 然後我再過目 確定ok 或是哪裡要重新再用一次 我再 就是 可能再重新 再跟他講一次 那 我只剩下這個部分了啦 其他就是 平常上課啊 這些的 哇 我要記得要去把那些 那什麼 英文 重補修 我真的覺得我國音術超爛的 你知道嗎 我從小就是一個 數學很爛 然後 英文也不知道在幹嘛 國文更不用說 我國人 國文真的是超級爛的 我超討厭歷史課的 我是那種 從小就討厭 讀書的孩子 但是我對那些 藝術方面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我 蠻有興趣的 像是音樂啊 我自己也很有興趣 然後最近有一些 有一些 網友在 因為我在IG有po嘛 然後下面就有人 留言就說 欸 該不會為什麼 最近都沒有出cover啊 沒有出唱歌的影片 因為 最近很忙 因為我自己 學校是 我是住在學校附近 我是自己租屋嘛 然後學校這裡就沒有 琴啊 然後 你知道隔壁 因為也有住人 所以我不能大聲唱歌 不像自己在老家 老家就 親自在哇 對不對 哇 直接唱爆 然後彈琴在彈爆 那鋼琴在被 在被貝多芬 我給開玩笑 然後 就是這個小缺點啦 我這我在想 要不要 換個租屋處 因為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其實挺小的 然後 隔音設備沒有說很好 卻像 我現在講話 搞不好 隔壁都知道我在幹嘛 呵呵呵 好啦 那麼請呢 這個 小小的心得日記 就分享給各位 最後呢 也別忘了 再說一次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然後你也可以追蹤我的個人IG 我會 最近蠻常破文的啦 然後 一起互動吧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